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我们Mnode 上两节课我们讲了Sketch 还有也跟Mnode结合在一起,有没有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已经还有上礼拜也有操作 剩下就是回去以后还要练习 那当然还有一些细部功能以后有机会再补充 但是目前来讲,目前为止这个Sketch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慢慢会熟悉,然后就够用 那我们今天希望剩下时间来讲 我们在Evernote有一个叫做Template 我记得有些朋友问过吗? 老师那Template怎么用? 那我们之前有讲说Template 我建议先暂时不要用 可是我想了半天还是要来教各位在手机上怎么使用Template Template是什么? 范本 范本嘛 或是模板嘛 样板嘛 有没有 那我们要先讲基本概念 什么叫Template 来,什么叫Template 你们两个讲一下 什么叫Template 我觉得Fortment比较有包网 对 那已经把你设计好了 对,然后咧? 什么叫Template Template是不是就相当于Fortment 不是 就是它提供一种 现在很多东西版本 让你自己用 选择用 没错 来,你们两位 什么叫Template 就是一个模篇本 一个换本 什么叫Template 我来讲 Template就是我们在电脑上 比如说如果我们讲买房子叫做样品屋 柔名什么,一个Model Home 比如说你去做水梨工 它有一些模板 灌水梨精又出来一些东西 可是在电脑上 它是有一个专有名字 就是说我们拿一些固定好的东西来套用 修修改改,马上 比如说我们以前 在交Word、Excel、PowerPoint的时候 我都会教到Template 那当然我是在Adult School教 都会可能没有跟我 之前没有学 可是这个Template的观念 从电脑到现在还在使用 刚刚有部分同源都讲对了 不过我们在M&A有没有Template 有 有没有 应该有 对,应该有 好不好用 还没用过 没有,老师还没教 对,老师还没有教 这是标准的答案 为什么老师没有教 因为现在上 因为不好用 这样回答够清楚了吧 所谓Template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在用某一个APP的时候 它已经设计好一些东西 拿来套用 对不对 好,那我们在用Evernote的时候 它已经设计好的东西 拿来套用 这样好不好 好 理论上当然好啦 可是我告诉你 因为我们Evernote非常个人化的东西 比如说老美设计一个工作清单 你拿来用就怪怪的 好,比如说它设计一个形式力 你拿来套用好不好 也许好也许不好 对 习惯不同 对,习惯不同嘛 这样了解吗 比如说日本 你拿一个它的形式力来套用 它要改 换代了 听懂吗 那马上就不一样了 听懂吗 已经改了 已经改了嘛 立活 对 所以 所以你拿那个 它的templary 不见得好用 但是在电脑上 有很多东西是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对新手来讲 你没有概念的话 你拿来用 但是对Evernote来讲 我们当然是希望哪一个东西好用 可是因为Evernote在这个 这个软体在开发出来 在这个市场上还没有很久 也不过最近五六年七八年的时间 所以它的templary还在成长 所以现在你拿到一个都是 刚开始发展出来的 并不见得非常适合每一个人 所以我先告诉各位 我们可以去来利用它来做一些事 但是不要 以现阶段来讲 不要期待太高 期待太高会怎么样 失望 失望 落差很大 叫失望 有没有 因为我在介绍Evernote很好用 你就自己赶快 比如说我们讲风转折 夜转折 浮转折 有没有 抓东西很快 对 刚刚下课有同学问到 说 老师我抓那么东西乱七八糟 我到时候找不到 你不用担心 下礼拜我就要教各位 我回去写个讲义 教各位怎么样 在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这样好吧 好 当然好啦 这样乱中有序 可是 template 我们还是要来讲基本观念 在网站上有很多template 不限定Evernote 你只要在网站上打一个template 他比如说 Microsoft Word Excel Program也有 什么 比如说很简单 会计帐 也有他的template Evernote也有 所以这个网站上 各位可以去search 好 那我们今天不用在这边讲 我们下礼拜有机会 各位带手提电脑来 这样子 好 我们还有几堂课 后面还有两堂课 那两堂课麻烦带一下 如果没有手提电脑了怎么办 就不要带 也不要为了这个 专门去买 那你有没有手提电脑 你有没有 有的话这样两位同学 可以一起share 好 那你有没有手提电脑 没有嘛 那你有那你们两个就可以share 那你就跟他们两位美女一起share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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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不叫手提电脑 那叫做平板 OK 那 或是你问Michael一起share 好 那下礼拜记得带来 我们还有两堂课 我们在电脑上也要操作Evernote 好 因为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在上面讲 好不好 希望各位回去以后可以操作 那 我们还是先赶快来讲操作示范好了 怎么来做template 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 要了解 有问题我们最后留几分钟QA 那我们现在只三半小时 尽量来操作 首先我们进到我们Evernote的APP 把它打开 打开来 进来以后我们要产生一个新的Note 怎么做 怎么做 加 按加 然后轻轻放掉 按加 轻轻放掉 它是不是马上产生了一个空白的笔记 空白的 是的 没错吧 对 这第一堂课 到现在一直在练习就是这个 好 这时候 我们先再次不要打字 这时候 我们如果要使用它的范本 怎么做 template 右上方 右上方 有一个叫做template 有没有 有 那怎么做 来 先不要做 先用讲的再做 就是 用手跟它点在那个右 右边的这个template 地方 然后要干嘛 它就会 然后要 应该是要输入你所要的 什么范本 对 好 我们来操作一次 按照你刚刚讲的来做一次 先输入还是先 template 先template 都可以 但是我们先点 这样省时间 先点template 点进去以后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进到一个template的画面 上方有两个colors 两个colors 两个colors 有没有看到 两列 直列的 请问那两列叫什么 一个是galleria 一个是my 这叫什么 讲大声一点 我们请班长来回答 galleria 一个是template galleria 一个是mytemplate 这样 看到没 如果你自己做的 就会在右边 你可不可以自己建 对 可以自己做模板 可以自己做范本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你没有做过 所以里面是空的 有没有 you haven't saved any templates 有没有看到 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做 就会存在这边 那我们回到左边 左边那一列 有没有看到 有 然后你滑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 慢慢滑 很多耶 很棒 还有减重 哦 那我需要减重 有没有 很棒 还有日立 哦 好棒 哦 好棒 好棒 差不多都有 是不是很多 嗯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 回到我们讲义 叶翻长 帮我们列一下吧 嗯 你列完第一页文字就这样 OK 第一行 各位注意听 不是 从这边 对 从这边唸到这边 之前我们介绍 EvernoteAPP的课程中间 有同学问到 有关利用 EvernoteAPP所提供的饭粉 Template的相關問題 雖然老師曾建議 初期的使用者可以先暫時不使用該項功能 但因為有些時候又或許因人而異 可是還是需要了解其基本功能之後 才能知道或決定是否要使用其本身所提供的範本 因此老師仍有必要花一些時間 講解其相關的概念與實際操作技巧 以下即是由Evernote網站上有關範本的介紹與說明 若是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其細節時 可以直接訪問並參考其官網之內容便可 此外上有一些影片提供介紹和說明 這小字要不要念 不用就大下操作 以下即是老師利用手機上的操作來示範如何使用範本 1.首先打開Evernote M 新增一則筆記 slash 記事 2.點擊右側的Cathlete 操作步驟的第一跟第二 看得懂嗎 第三步是要幹嘛 接著什麼 要去找你想要用的範本 那第四步呢 用關鍵字來查 有沒有 我們先把它看完 我老師寫的講義是彩色還是黑白的 彩色 對 因為你在LINE群組上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 請你回到LINE群組把講義打開 回到LINE群組 剛剛我們上課 回到我們之前老師給各位的講義 那為什麼我給各位的彩色到手上變黑白 這是COPY的 因為COPY沒寫出來 因為COPY沒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練到第二頁有沒有 請你到第二頁 第二頁這邊各位可以看到第三步 然後你可以用兩個手指頭放大一點 第三接著吵雜 有沒有是不是很清楚 他手機很清楚 電視也很清楚 老師寫的更清楚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你再滑一下 滑上去 有沒有看到我還把圖截圖給你 這個截圖你現在會做囉 怎麼做 Sketch 我前兩個小時不是教的嗎 所以你在這個文書編集中 可以插入一個加工過的圖檔 聽懂嗎 怎麼做這個圖檔 Tamphlet 不是Tamphlet 怎麼做 Sketch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做嘛 可不可以打入文字在圖上面 可不可以花線 可不可以切一名都可以啊 這樣了解嗎 可不可以裁切 可以 上節課都講了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下 看看下面的操作步驟 第五點是什麼 我們來練一下 第五點 Travel 此處使用Travel 一致查詢 並使用相關的範本 然後第六 之後便打開範本 依照範本格式及內容填入相對應的資料 第七 確定資料輸入完成之後便可結束即時 有沒有 我們就把五六七來做一次好不好 來你先離開講義 回到我們的 回到你的Evernote APP裡面 來繼續完成我們剛剛所做的事情 好 這時候我們已經進到了一個Template的畫面 有沒有 我們要用哪一個關鍵字來查 Travel Travel 可以打中文 可以 確定嗎 好那我們用中文來挑戰一下好不好 Travel Travel 中文是什麼 旅遊 旅遊 旅行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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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旅遊 你按一下这个refresh一下,或是clear search,no matching,有没有,先clear,按插上好了,重新打两个旅行 好,按,all temperance,all temperance,all temperance,按一下refresh,有没有吗,这表示他这一个Evernote在这边找中文字调不行 那如果你在台湾用应该就可以,好,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用英文来试一下trival 如果他这个改成中文版的话,不是英文版,就是那个language改成中文啊,他也许会抓到台湾那边的temporary 也许啦,我不太确定,因为他还要绑地区啊,不光是语言的问题啊,还有地区的问题,I'm not sure,不过我们可以试一下trival 因为我这边有写讲印啊,是用trival,然后我给各位是有中文英文的资料都有啊,中文英文资料都有,各位如果有看就知道了 好,各位,他在打字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看,他在打字的时候出现什么啊 对,相关的都跑出来,对,还没有打完字下面都出来,表示他在边打字边就找到他的temporary trival tra 在的时候就底下跑出来喔,各位仔细看一下,刚刚打旅行都没有,不要 所以打完字不用去按个search,甚至在打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先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很多,有没有,其实也不多了,就两三个 我們點第一個看 他有看到哪一年做的 2019 1月13日 這還蠻新的嘛 這就是我給各位講義上面的一個範本 有沒有 就是我們用這個來做講義的介紹 各位了解嗎 那我們要怎麼使用它 來我們問一下那個Mona怎麼使用它 先點下去 對 很簡單就用手指點一下 點它 Apply 這時候你 這時候你就可以滑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東西滑一下 請問它現在的手機的畫面是在什麼狀態 在等你一波的 對文字輸入的狀態 這樣懂嗎 為什麼 因為鍵盤跑出來了 這樣懂嗎 假設我不想輸入文字的話怎麼辦 假如現在不想 你看它在等待這個insert point在那邊 有沒有看到insert point 那時候如果打字它就進去了 好我們先打字好了 你就說我的旅遊計畫 我是我的旅遊遊計 我的第一本旅遊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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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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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它打在什麼地方? Title Title是在上面 它是打在這個範本title的下面 也就是打在筆記的內容裡面 不是打在它的名稱列 怎麼打在它的名稱列 按title 對,你要按title 再打一次 這是我的第一次 Jory 第一次Jory 接 哦,出來了 哦,很厲害哦 各位,你可以看到它打了兩段字嗎? 對 仔細看哦 這兩段字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有Bold 一個是沒有Bold 這不是我要答案 兩段字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Title 一個是內 對 一個是打在Title 一個是打在筆記的內文 這樣懂嗎? 你按DOWN 左上角按DOWN 它做完 請問它剛剛存的筆記會在哪邊? 開始使用 沒有 沒有 對,可以在ALL NOT找到 也可以在開始使用 使用那個記事本裡面找到嘛 要懂嗎? 好 是不是剛剛 在最下面有一個叫做開始使用 是的 剛剛只有兩個 現在變三個嘛 點進去 或是你到ALL NOT ALL NOT ALL NOT是259個嘛 對 這樣了解嗎? 好 你點進去 剛剛有同學問啊 老師 這個我進去以後編改了以後 它那個筆記本的位置會不會改? 不會 不會嘛 現在筆記本在哪邊? 在那個 在開始使用 在開始使用嘛 那這時候我發現 我不應該放在這個筆記 這一則筆記 不應該放在這個筆記本裡面 我可不可以移走? 可以 可以移到其他筆記本 可以嗎? 你猜猜看啊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嘛 那怎麼做 怎麼做 老師沒教 很簡單 箭頭給它點下去 哪裡 箭頭給它點下去 筆記本 旁邊是不是有個箭頭 請你點箭頭 我手很痠 請你點箭頭 拜託一下 我手要放下來 好 再做一次 輕輕點那個箭頭 開始使用那個箭頭 你為什麼不點箭頭 為什麼不根據我說的做 他操作不是很熟悉 手指太大 不是 因為老師是極性子 這不能怪他 來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在我們手機裡面 你可以看到每一則筆記 我都叫各位建title嘛 有沒有 建完title以後 這時候你就要考慮 是不是要放在這個筆記本裡面 因為這時候你已經有很多筆記本 我怎麼知道 很簡單你回到他畫面 notebooks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notebooks 嚇死人這麼多 有沒有 哇 洋洋沙沙十二個 十二本筆記本 聽懂嗎 那每寫一個新的筆記 你都要決定要插在哪邊 聽懂嗎 旅遊第二 對 你要你要看 你要放在哪邊 他既然有一個筆記本叫旅遊 那我現在寫郵寄 放在旅遊會不會比較恰當 應該嘛 除非他有另有考量 所以我現在來教各位 怎麼去改他的筆記本嘛 我們已經產生一個筆記了 可是這時候不應該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那我就箭頭點下去 看到沒 老師跟徒弟還是有差嘛 有沒有我輕輕一點 他的手機就聽我的啊 有沒有 剛剛他怎麼點就 我剛才一直點 害我手一直紙在那邊 酸得要命 有沒有 不如我來做 有沒有 這時候我如果要選 什麼 旅遊 底下是不是打一個勾 叫開始使用 對 他current的那個no book 那我把它選到旅遊 可不可以 可以 怎麼做 點一下嘛 輕輕點一下就好啦 講半天 有沒有 這個動作點兩次就完成了 還有我手取半天 有沒有 我再講一次啊 你已經寫了一個筆記 這時候 我就要教你思考一下 這個名稱對不對 你就把它改一改 名稱改完以後 這件事你要去想 如果你已經有很多筆記本 應該要存在哪一個筆記本 怎麼改 很簡單點兩下就過去了 請問他現在哪個筆記本 在旅遊下面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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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講都很容易 打開來看一下 已經打開了 你沒有看到嗎 有有上面 是不是打開了 已經開了 你還開什麼 這就是在旅遊 剛剛是在哪一本筆記本 開始使用 我把它轉到旅遊這個筆記本 聽懂嗎 這時候開始使用 那個notes的數字 就減一 旅遊這個筆記本裡面的數字 就加一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增加了一折筆記 那邊移走了 這樣懂嗎 是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很清楚 開始使用 是不是就是New Star 是他自己用的 這跟筆記本 不是跟Template有關 我們現在是筆記是Template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他建了一個Template 請問他剛剛做了按下去Template之後 這些東西是他打字的嗎 不是 原來就有 他打字只有兩行嘛 前面這兩行 是 聽懂嗎 全不通 如果沒有設那個 開始使用的New 他的跑步還要去 你產生一個新的 他有一個Default Default 就是原 一開始他有個固定 這個以後我們在電腦上可以調 所以你產生一個新的筆記 你可以指定在一個 每一個筆記本裡面 可是不管他指定在哪裡 你終究你還是要調 對 聽懂嗎 那他調到什麼地方去 如果我 調就是你自己去按兩下 剛剛我做了 他自己產生的 你可以去設定 可是你每次使用的時候 你都要調 因為你每次不會在Default那邊 聽懂了嗎 請問你回到首頁 回到首頁 請問他有 我剛剛不是說 他有幾本 十二本 十四本 十四本 底下還有兩本 十二本 你每次用圖 你不會固定在一本裡面 你可以指定 你可以在設定裡面指定 比如說他指定是在開始使用 或是他沒有指定 他就Default在那裡 Default你懂嗎 他原來就跑到那邊 可是你每次都會要去調整 所以你要學著 怎麼樣去調整 懂我意思嗎 要從Default裡面去轉到 你設定的地方 就是點兩下 我剛剛已經做了 因為你每次使用的場合都不一樣 除非你只有一個筆記本 聽懂嗎 像他是十四本 甚至我們講三組 他就自動到哪一個本 trash那一本 聽懂嗎 trash 他不會自己跑到別人去 不會 不會 但是 我們剛剛講頁轉折 是用什麼工具 頁轉折用什麼工具 Wake Clipper Wake Clipper 我有講 他會去找你這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會對照你的筆記本裡面 Wake Clipper 他有一個功能 他會自己去Mapping 在你新增的筆記的時候 他怎麼一開始 他怎麼知道你要用什麼 他不知道 Wake Clipper 他是有一個人工智慧 他去判斷你這個網頁跟什麼相關 他就會丟到某一本 你已經設好的筆記本裡面 這樣懂嗎 每個東西都要懂 每個東西都要懂 因為既然有同學問問題 每個同學都要吵 那個trash是 那個分你setup的 不用 這個是系統本身就會提供給你 你只要刪除某一摺 某一摺 某一摺喔 就把它拉到裡面去就好 他就是自動跑到trash裡 不是自動刪除以後 他就會進到trash 那trash以後可以再找回來嗎 你猜 應該可以 不曉得 這個動作叫支援回收 不要用丟出來 你要丟掉的地方 丟掉的東西 這個 他已經進到trash 我怎麼知道 上面有trash 上面有寫嘛 這是在哪個筆記本 trash 好 請問裡面有幾個 有幾摺 一摺 他這一摺的title是什麼 清清楚楚 它的架構是清清楚楚 所以你就是 你眼睛有看沒有到 我眼睛一看就到 有沒有 在trash裡面 哪一摺 它的title是什麼 至於內容 你就點進去看嘛 聽懂嗎 這個結構是清清楚楚 你之前是沒有這個概念 可是我們反覆講 反覆講 那你問問題 你要順便學會這個 好 假設這一摺 我就看得很討厭 我要把它從垃圾桶 把它丟到Rose Hill的焚化爐 怎麼做 右上角 右上角什麼 三個點 more 有沒有 按下去 要用哪一個 empty 你怎麼知道 清空 清空嘛 我們先暫時不要清 那我們先把它cancel 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清垃圾桶 就把它empty 倒掉垃圾桶 這樣了解嗎 要救回來 蛤 要不要救回來 什麼叫救回來 他就救回來 可以 可以 揮到你本來的地方 怎麼去restore 好 這個專有名詞 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教的 trash是一個筆記本 對 你可不可以移動筆記本 可以 我們剛剛怎麼教的 對 就可以移動 或是你可以用restore功能 拿三個點點下去 list option remove from shortcut 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出來 list no list option 有沒有 你可以 這個東西是讓你 如果裡面垃圾桶 已經堆滿垃圾 比如說有500個 你怎麼樣去排序 還有按照時間排序 或是duplicate update 排頭 等等 然後你還可以用large 有沒有 large點一下 有沒有 然後它就比較大一點字體 那這不是我們要能回來 那 你看一下這個 remove from shortcut 好 trash remove from shortcut 有沒有 然後你就可以回來這邊看一下 這個 shore card是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叫做tap 這個我們有電腦的時候 我們來教一下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tap這邊有沒有東西 應該是沒有東西 它是沒有tap的 它還不會用 那我們 以後帶電腦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教各位怎麼樣 加標籤 標籤很有用 然後我們再回去 如果我們要加新的筆記本怎麼做 ad ad cross 對 這個時候你就比如說隨便打個abc 它就多了一個叫abc的筆記本嘛 有沒有 I create 它 它說什麼 offline 它表現還沒有上網 有沒有 它是不是多了一個abc 對 的筆記本 是 是 裡面有幾折 空的嘛 這樣解決嗎 怎麼它 它沒有自動編號 你第10應該是11 那個不是自動的 那個都是手動的 OK 筆記本你有沒有打數字 你有沒有打數字 你有沒有打 剛剛abc有沒有打 沒有 沒有 那它為什麼有 因為它有上課注意聽老師講 然後有仔細看老師的paypal有沒有 老師有個paypal就是按照數字牌嘛 我為什麼打abc 所以 因為我要告訴你 筆記本它不是隨便list出來 它是按照alphabetic order alphabetic order 我們講過嘛 你知道王老哥已經上過我們好幾次嘛 請問你翻譯一下什麼叫alphabetic order 那個字母順序排列 那為什麼 字母A在前面 T在後面 我知道啊 為什麼中間扎一個開 然後 前面又是數字 為什麼 數字 Numerical first 對 數字優先 數字之前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特殊符號 這個 如果你學過asciko嘛 就知道了嘛 對 因為你以前學過電腦asciko 特殊符號 數字 英文 再來中文 有沒有 然後trash永遠在最後 所以你可以用abc排 這樣懂嗎 那中文字 sorry 它就沒有alphabetic order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我們要把abc拿掉怎麼辦 剛剛我們練習的 trash 你現在點到abc的地方 然後右邊上面有三個 點 三個點是 然後 我們可以回到剛剛畫面 直接按一下abc 按下去 或是滑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這個 setting 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 td the notebook 是不是 有嗎 按下去 對 它剛剛講什麼 如果你把no book拿掉 裡面的no 就沒有了 因為整本拿掉嘛 是 剛剛有幾折拿掉了 一折 0 幾折是什麼 筆記的單位嘛 本 是筆記本的單位啊 它刪掉一本 那幾折跟著刪掉 0 因為它裡面是0折嘛 這樣懂嗎 如果有10個 它10個都會 剛剛他那一段戲 就告訴你啊 所以你要刪筆記本 要比刪no更重要 更要小心嘛 所以它會出現那個畫面 有沒有 好 我們回到旅遊 剛剛abc講怎麼救回來 trash怎麼救回來 它在trash 你就直接改他的筆記本的位置 直接改 ok 對 move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點到它 來 我再試一下 要試一下 對 你看它現在 再點下去 然後 點下去 然後它就跑出這一篇的內容 對 然後在mode的地方點下去 他有restore restore 對 restore 你要出現那個restore 它就可以回去 剛剛它講對了 這表示它 電腦的基本觀念很對 就是刪掉以後 你要救回 不是要拉 不是要推 叫做restore 復原到原來的位置 好 我們cancel一下 然後回到 剛剛我們做了什麼筆記 旅遊嘛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時間講完 不過我們盡快 盡快講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基本的結構嘛 那我們剛剛做了一個template 點到旅遊進去 42折有沒有 請問會在哪邊 行動護照路 路關只要60秒 有沒有 你看它其實它這個旅遊裡面已經有幾折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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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折 12折 表示它已經用了一陣子嘛 那我問你好不好用 很好用嘛 要大聲一點啊 好用 老師教的都好用 謝謝你 標準答案 滑一下好了 我們偷看一下它旅遊裡面有辦法 你看米其林 這個很好耶 有沒有 再滑一下 再滑一下 還有這個 有沒有 所以你看它的筆記是比較organized 它建了一個筆記本叫旅遊 有沒有 然後它把旅遊相關的就放在這個筆記本裡面 然後你如果要找旅遊的資訊 你就可以在這邊滑一滑 看一看 或是用我們下一節課講的關鍵字抽取 這樣了解嗎 有解 這個很重要 哪一個 這個 什麼東西很重要 理行要把錢發在吃上 而不是在購物上 因為回程的時候 行李 過重不要加錢 請問 我們正常時間要看 正常的時候 要看一則筆記是不是要點進去 它剛剛沒有點進去嘛 你要看 因為剛剛那個 底下被截掉了 有沒有 要點進去 然後你滑一下 滑一下 沒有東西嘛 它 這一個筆記 三個字 扶轉折 扶轉折 扶轉折嘛 扶轉折 扶轉折對不對 對 因為老哥剛剛跟我變嘛 這叫騙轉折 扶轉折 扶轉折 有沒有 它底下有一個巴 然後 有一個叫做 上面有一個很奇怪 三個字叫什麼 無標題 沒有標題 所以 美中不足嘛 它沒有 那時候沒有放一個title 那請問 這個是怎麼進來的 怎麼扶轉折 這個原始 這一幅圖畫是哪來的 這是我從line轉過來的 對 那這時候 它line轉過來 因為它沒有把line的標題帶過來 這時候你就要加工 把它稍微打一個字 以後搜尋 或是以後看的時候 就不會無標題嘛 就好像你生了兒子 你不會每天看到 欸欸欸 有沒有 你總要叫一個兒子名字嘛 這是你生的啊 聽懂嗎 這個怎麼改 這裡 在無標題的地方 跟那裡點下去 然後有base space 然後有base space 對 然後加你心藥的title 對 隨便加 多吃少買 然後我們等一下 要去找一個template叫簡中 有沒有 剛剛有沒有看到有個template叫簡中 多吃少買 再簡中 好 我們謝謝班長提供一個很好的title 很好的title 回來我們去產生一個新的 我們再重新練習一個 按下加產生一個新的 按下加 按下加 正中間 正中間 好 這時候各位看喔 這時候 我現在要去找template before再找template 請問這一則新的筆記是在哪一個筆記本 在旅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按加的時候 是在旅遊筆記本 在看東西的時候 這時候你也沒有離開那個筆記本 所以你加會加在這一個 你心加一則會在這一本裡面 是是是 我用量子就講得很清楚了 我用量子講 不然我 你講的半天就無啥啥 心真的一則在這一本 裡面 這樣聽懂嗎 所以會在旅遊裡面嘛 這時候我們要去練習一個叫做 減肥的template 請你按照剛剛教的template按下去 健康 又長長template 又變成 你剛剛是不是有看到一個什麼 減肥的 Lost control Way control還是什麼 Lost control Lost weight 有沒有看到 對 那你也可以用search去找出這個 然後我們節省 1月31號做的 點一下去 Lost weight Lost weight A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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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ate 這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出現很多東西嘛 然後有一個 游標點在那邊等待你 幹嘛 等待你幹嘛 輸入文字嘛 因為鍵牌也跑出來了嘛 這時候title你把它打下去 當然你不需要減肥 我們只是做一個 給學生做一個班 不是針對你 OK 針對其他同學 尤其班長說 多吃少買 每次回來就麻煩 減肥方法 有沒有 這時候你可以讀一下 About this template 然後它有個tip 幫我們唸一下tip 幫我們唸一下tip 就是 有什麼 小訣竅 Copy and paste 的 哦 太行 你可以唸一下 看你手機叫好 你不要看螢幕 因為同學看不到 Ritch your ID 對 Copy and paste 的tip Copy and paste the tables blog for each week truck it truck it 就是每一個禮拜我們去做減肥的體重的管理 記錄的時候 用下面的表格 有沒有 然後我們劃一下下面有什麼表格 然後用Copy and paste 各位可以看到表格的title 有沒有 對 那因為這個部分你就可以回去 比如說禮拜一 有沒有 做一個什麼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我會找一個時間講健康 體重管理是我們在手機上我要教各位健康管理 那可能是基本班要上基礎課程 我們會講健康管理的時候 會講如何用手機去管理體重 手機可不可以管理你的體重 可以 可以 可以啊 那你每次要蹭體重是不是站在手機上 不是 要 你在手機上就要買新的 有一個那個 對 所以我們基礎班會來講說健康管理 好我們今天先站到這邊 你按一下站回去把它刪掉 好 那個先看 先看 好